來 評估一下 這一個3.3克拉的賺食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202萬 202萬 90萬買的變202萬 3克拉的東西 謝謝 你這個是 賺了100多萬 你有沒有感謝所檔一下 有 賺了100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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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這樣子 好開心喔 賺了100多萬 我幫你估價了 你為什麼要感謝他 感謝他 他給我機會 因為我讓他賺錢 好 我說一下 像這樣子的 因為GIA的證書 已經有了GIA證書 那別的就 我們就不必看 那就只要看證書上面的燈載是什麼 你剛剛說證書上寫的什麼等級 你再說一遍 那個VS1 那個H的 VS1 H的 那我們就直接看那個鑽石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行情表 來看一下 我們說的 顏色是H對不對 H 你看到 H在這邊 我們從這邊開始找 這個是IF VVS1 VVS2 VS1在這邊 所以H VS1在這邊 所以是 這個是20加兩個0 等於是25000塊 等於是25000塊一克 25000塊一克 你就是3克 3.03 所以就25000塊乘以3.03 然後再乘以我們現在匯率大概在 就7萬多再乘上30 對 再乘上30 大概理論上應該要220多萬了 可是220多萬呢 因為你這一個 它的等級呢 有桌面稍微大了一點 所以有一點折扣下來 大概打個9折 所以大概就是202 大概202萬左右 好不好 謝謝 不過也比你當初買的也好很多了 謝謝 很厲害耶 90幾萬的話 放20年的話長得這麼多 可是我覺得它當初賣給你 它可能有點搞錯 它賣便宜了嗎 我覺得它賣得太便宜了 這一家在當初賣給你的時候 真的是賣便宜了 還是你記錯了 因為鑽石的價格 它不是這樣子說 隔了兩三年就翻倍的 那鑽石做不到這個事 可能它放20年了 對啊 20年 20年到現在為止的鑽石 也3克拉的 也很少翻倍 大概你可以3克拉 你可以賺個大概30萬40萬 他這個會不會跟這個一起買 對 他們同一家 這兩個不是 我是說一起買的嗎 這個比較早 這個比較晚 對 他可能抓到保底這樣 有可能喔 因為這個真的賣得 平良運說 他真的賣得滿便宜的 平良 他也是 他也是 不是弄那個 不是那個GIA的那個證書 下去估的嗎 應該也是 對 所以我就說 因為GIA有一定的規格 規格已經出來了 價格就出來了 對 所以現在就是 因為鑽石有規格 所以鑽石就有一定的標準價格 那依照那個標準價格 大概就是前後的5% 就差不多這個金額了 來 接下來這一塊的話呢 告訴各位觀眾朋友們 他其實很介意這一塊 陳姐為什麼告訴大家 為什麼你介意這一塊 因為我當初要買這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裡面為什麼有那個裂痕 他有跟我講 他說這種祖母綠的東西 裡面都是會有裂痕 只是你在意那些你就不要 那後來我先生說 這個祖母綠滿漂亮的還不錯 他說買可以 他真的這樣子跟你說 他說裡面都有裂痕 祖母綠 然後他後來呢 用那個放大鏡看了以後 越看越不對 說怎麼裡面都有裂痕 就好像有一點那個 有紋路那種裂痕這樣子 那你那時候買多少錢這一塊 那時候也是39 你現在有感覺說 那時候35萬 乾脆還要賣賣9 對啊 搞不好現在還漲比較多 但是我想說 一樣買 就是買不一樣的東西 一樣買一點這樣子 你現在購呢 這一個 現在要購40萬 購40萬 是 那陳姐都還是比較保守 就是不要買貴就好 不要賺錢 不要假的就好了 不要賠就好了 不要假的就好了 所以你擔心的是 裡面有很多的裂紋 來 我擺在顯微鏡 我告訴你那個什麼東西 你擔心的裂紋 我告訴你是什麼 他有跟你講說 這是哪裡的祖母綠嗎 他說哥倫比亞的 哥倫比亞 來 我們說清楚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幾顆啦 我不知道耶 這應該有三顆啦吧 應該有三點多四顆啦 就三到四之間 三到四之間的這個祖母綠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祖母綠 當初買入價格 是買在35萬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50萬元 也不錯 憲哥 還算不錯 可是我跟你說 他說的是 哥倫比亞的是沒錯 可是呢 應該價錢要更好 可是你擔心的那個部分 是沒錯的 可是我覺得那個老闆不會講 來 我講給你聽 所以它上面是真的有那個列文嗎 應該說所有的祖母綠呢 都會含有這裡面這些東西 叫做水液體 我們現在看 這個是借台 這是它的配傳有沒有 我們只拍到一半的地方 從這邊過去 那從這邊過去呢 你看這邊透明度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們在挑選祖母綠的時候 一定要記住一件事情 當然一定要挑選從 這個地方是正面這樣子看 這個地方看的時候 這邊的白色的 叫做方解石的內含物 你看 不要管是什麼東西 反正 這邊你看到是白色的就不好 基本上是不好 但這邊比較透明 你這一顆呢 大概在四顆拉左右 那一顆呢 理論上 理論上應該大概差不多在 總金額啦 大概應該要差不多在80萬到90萬 可是為什麼沒有那麼高呢 是因為這個地方 它沒有辦法透進去 就是你這個祖母綠看到的時候 整個從外表看的時候 光線進去了以後出不來 所以你會看到 有一點暗暗頓頓的感覺 可是它應該告訴你說 這個都叫做水液體 跟它的內含物 如果它有學過 它應該告訴你 它有水液體跟內含物 而不是列文 因為沒有人會喜歡拿 很多錢買一個有列文的東西 我就是說裡面這麼會 有這種紋路 他說那個祖母綠都是這樣子 對 我同意他說 祖母綠都是這樣 可是那不是列文 真的不是列文 如果是列文就糟糕了 我覺得他應該不至於 跟他講說那是列文 而是那個陳姐看的時候 覺得它是列文 也有可能 那他一定是跟他講說 那是本來祖母綠 該有的那個紋路在啦 但是一樣啦 是買對了 但是而且我們估的是 只估這個螺絲 只有這個螺絲 所以加起來大概也要五萬塊錢 到六萬塊錢 對 所以加起來的話 可能也快要到六十萬了 OK啦 沒有問題 謝謝 那今天OK啦 心情沒有受影響 還可以啦 好像有耶 沒有…會受影響 好啦 沒有關係 姐姐很會買啦 謝謝 謝謝 姐姐已經很會買了 那妹妹也很會買 那我問一下姐姐 你跟妹妹的話 錢誰花得比較多 在買珠寶上面 她買得不多啦 我買的東西比較 路邊買的 我不是珠寶店買的 好 來 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妹妹啦 我們去請妹妹上來 來 謝謝姐姐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趕快歡迎一下 我們就是陳妹妹啦 那我也要叫這個陳姐姐這樣子 那陳姐姐 剛剛看到你姐姐 那個鑑定的結果 後來你覺得怎麼樣 覺得很好笑啊 很好笑 那個姐姐來的時候 非常的緊張啦 那妹妹比較不會緊張 可是呢 妹妹呢 來的時候呢 她也講了 她說 女兒說她要來上節目的時候呢 女兒怎麼跟妳說 她說 你們這個一計鑑定 一定是一千塊的 就跟我們肉氣的 妳有沒有把握啊 真的是沒把握 我姐姐的東西比較有把握 我的東西我都沒有把握耶 其實說實在的 對 剛剛我有問過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陳姐姐那個 大概有七層是假的 我剛剛看了妳的東西 妳知道有幾層嗎 還包含了... 還包含了妳手上跟這邊 來 這個是假的 這一對的 這一對喔 不好意思 我一樣要給妳一點點心理建設 好 妳的可能有高達九層是假的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真的喔 沒關係喔 打不住 有吃高血壓的藥 好 來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啦 這個是跟姐姐到雲南去買的 沒有 這在上海 妳...姐姐去雲南 然後妳去上海買喔 對 那個時候 在剛好有外匯件的時候 這很久了耶 很久了 外匯件的時候 買了很久了 聽起來的話有石頭的聲音 然後玉的聲音 好像又悶悶的 好像也不太對 妳這樣弄我有點害怕耶 妳知道為什麼我會害怕嗎 因為妳怕把它砸掉了 對 我怕破掉 但是... 但是我其實遠遠看的時候 我覺得它缺少了一個那種 真實玉器的感覺 對... 這樣吧 不然妳看起來 我覺得怪怪的 對啦 妳自己看會不會覺得怪 還好耶 是喔 這放在妳家那裡 裝飾品 在酒櫃裡面 這樣子看就看得出來了 妳看 這樣看得出來了 有沒有 好 常看我們節目的人 應該知道了 那是什麼 B貨啊 不是啦 他... 文錄耶 他應該不能稱作A貨跟B貨啦 就是... 是不是這樣子講 我不知道 因為AB貨我們通常是在講 在翡翠對不對 對 其他的實態有沒有講AB貨 沒有 其他的實態 需要去做酸液處理 其他的實態就不需要 好 這什麼... 是什麼 妳看這像什麼 妳覺得這像什麼 看不懂 所以妳看其實 有一些鑑定的方法很簡單 像這個我們就是找方法 把燈光打下去 全部都是因為燈光 只要燈光妳做對了 很快妳就可以看出來 它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先說一下金兒 好... 來 陳姐妳那時候買多少錢 那時候我無藥買了一萬多的人民幣 一萬多人民幣不只兩萬吧 不是 我海蝦裡還有三個 一共它算起來是一萬多的人民幣啦 還有人民幣是... 買五件嘛 五件一萬多人民幣這樣子 對 那個才四... 三點八還是四點的 所以拆下來的話 你把這一個茶壺... 估兩萬 那您估呢 現在呢 也是不要賠錢 他也是覺得不要賠錢 好 我們請所長呢 幫我們看一下 這個浴茶壺呢 多年前呢 在這個上海所買 然後買兩萬塊 目前市場上 行情價是多少請建價 三千元 你知道為什麼要三千元嗎 比那個女兒講一千塊還要多一些 對...多兩千啦 對...所有的三千塊呢 就...我給他的金額就在雕工上面 因為終究這個還要花一點... 花一點工錢吧 雕工 不過我們交觀眾朋友看一個東西好了 如果他跟你講是玉石 你看這邊喔 這個是一個染色的石鷹 染綠色的石鷹 那你注意看這一條 這個就是色素的沉澱的地方 其實它都是染綠色的 都是綠色的色料喔 那綠色的色料 進到它的石紋裡面以後 就塞在石紋裡面 所以很集中 那所以你看起來會像墨綠色的一樣 對 它有一條 對 整條這些都是 所以這是一個染綠色的石鷹 那金額不會很高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個的話應該就是翡翠的 來 這個也是當時買的 那個好幾件裡面其中一件 所以他估這個的話 也是估兩萬塊錢 來 給各位看一下 它算是一個巧雕 而且是鏤空雕 然後呢 它那個蜜糖色的地方 全部都雕滿了花紋跟紋飾 上面有 這個也是狐嗎 小鳥 這不是狐嗎 這只是擺件 這不能打開來 沒有 好 這邊上面有兩隻小鳥 來 我們給花輪哥幫我們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擺出來啊 你在家裡面 有啊 在櫃子裡面 在櫃子裡面 顏色有沒有變掉 還好耶 都一直一樣 好 來 我們簡化輪哥 幫我們評估一下 好 這一個翡翠的一個雕件呢 當初買入的價格呢 是兩萬塊 目前市場上行期價值多少 請見價 兩萬元 還不錯耶 還不錯... 我跟你說 這個黃黃是什麼意思 天然的 這個就是天然的顏色 它這個是故意的 清潔剛才問的這個 這是它故意的巧雕 把它故意用兩個鳥的頭頂有沒有 把它做成這樣的顏色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它自己本身的顏色 那黃的部分的 不是 這都是天然的顏色 那最主要的呢 它第一個 它的大小 應該差不多在四五萬塊 可是呢 你這有一個缺點 這點 後面 對 就這一段裂紋 對 這個是石紋 大石紋在這邊 對 那這個不管你是在前面還是後面 這在前面就更糟糕了 可是因為你在後面還是要被扣分 然後這樣 所以這個是真的翡翠 這是真的 好 那沒有問題 這個是非常不錯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個要好好擺在家裡面 好 接下來呢 剛剛姐姐有一個3克拉的 3.03克拉的鑽石 估抽牌的價格多少 兩百...兩百五十萬啊 是不是 兩百二十五 兩百零二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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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估出那個價格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在笑了 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有注意到 為什麼 讚 賺了好幾倍啊 對啊 因為你也有一顆對不對 但是我的比較差啦 來 但是呢 一樣也是3克拉 給各位看一下喔 來 姐姐那時候買呢 3.03克拉呢 是買90萬 那妹妹呢 同時間呢 也買了一個 3克拉的一個鑽石 比姐姐稍微少了 0.03克拉 那姐姐估出來的價格呢 是估了兩百多萬 你有沒有信心你這一顆的話呢 應該也賺不少 因為我這個裡面有蝦蜜 應該差不多 沒有差那麼多 估八十五萬 你估八十五萬啊 估八十五萬 好 來 他那時候其實只有買六十幾萬喔 六十 那跟姐姐的價格是差多少 差... 二十幾萬嘛 二十五萬而已 他買九十 差幾十五萬 然後呢 姐姐現在的價格呢 是兩百多萬 我們給他這個 少掉五十萬好了 你這應該也有一百五十萬吧 應該沒有喔 因為我這個有瑕疵 我沒有信心 你沒有信心喔 你現在會不會後悔說 沒有買姐姐當時那顆 多一十五萬 不會 不會後悔 OK 好 那這樣子是最好啦 好 來 我們可以收金 直接估價喔 我們先收金了 你這個有沒有GIA證書啊 沒有 所以什麼等級 顏色你都不知道 對...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三克拉的鑽石呢 當初買入價格呢 是買在六十五萬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八十五萬 還不錯啦 還不錯... 我怎麼那麼準 我怎麼那麼準 可是我跟你講 來 同樣的三克拉 我們先講 三克拉 只要超過三克拉以上的鑽石呢 它都有一個價格 就是最低的 大概一般的狀況 在市場上流通的 大概就是六十萬 那最高的呢 當然就往上... 往上跑到四百萬五百萬都有 如果等級再好的話都有 那這一個呢 你現在這一個是八十五萬 為什麼會八十五萬呢 來 你看我們從側面看 黃黃的 比姊姊那個黃 因為你這也是黃K 姊姊那個呢 如果拿來比較的話呢 那個就相對是白的 我如果把後面 我用手套擺在後面 有沒有覺得黃黃的 對 你就可以看到黃黃的 對 除此之外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個東西 因為我剛剛在顯微鏡 放大鏡裡面 我看到了一個東西 我擺在顯微鏡裡面 請我們電機螺絲把它擺上 一條 那個一痕嘛 在腰部的地方 你看 在這邊 你有沒有看過了是不是 我自己看 對 這個是爪子 我相信 我相信這個是腰部 這個地方就是腰部 這一塊是腰部 那這個腰部的地方呢 在這邊出現了 叫做自然面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自然面 就是自然生長的紋路 就是它原石的表面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原來一個鑽石 應該是要做切割的 這個地方 它為了要保留最大的重量 這個地方的表面的紋路 都保留下來了 因為這個地方不夠大 簡單的說就是不夠大 所以表面的紋路 都保留下來了 那我要說的是 這個地方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是一個磕面 它已經橫跨了 從這邊開始已經橫跨了一個磕面 而且進去了 我覺得這個相公師傅還不錯 這相公師傅不錯的是 因為這個是爪子 金屬爪子 它已經幫你 企圖幫你把這邊都抓進去 可是它沒有抓過來 理由是什麼 這個一定是進去的 這個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這個一定是這個地方 一定是大大大 一定大到這邊去 一定是往那邊去 所以它應該是 蠻大的一個瑕疵在這邊 所以這樣子的 通常像這樣子的東西 最高的等級 大概就是到SIA去了 就比姐姐這個要 大概至少這樣兩個等級 我還是建議就是要買 真的假的 第二個就是買到等級要好的 而不是只是大小 作為你唯一的選擇 那是不對的 所以一定是等級好以後 才去決定它的大小的取決 所以一定是先選擇等級 然後再選擇大小 所以還是要找一個美賺 然後不要用它打 對 美麗的 可是問題是它的等級 它的顏色各方面不好的話 也是沒有用的 對 所以你看 有很多的翡翠 它只能做成雕件 有沒有 它連這個手勢件都沒辦法做 手勢件一定比較小 可是手勢件的價值 都一定會比雕件來得高 好 來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這個翡翠 妹妹 我覺得你的翡翠的話 也是很可怕 前幾天那一集有看到啦 對... 昨天晚上 來 給各位看一下 滿綠色的手鐲又出現了 那我們要仔細來看一下 這上面漂亮的地方 在我後面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個 這邊白花 這邊有白花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我走一遍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這邊是最漂亮的地方 一樣上面有白花 我覺得你這一個 可能性搞不好比 昨天那個還要來得高 真的 就是 是真的的可能性喔 兩千塊 兩千塊 不是 我覺得... 如果上一集的 出現滿綠色是 那一個手鐲是買三百萬 對 就是假的 但是我覺得你這個 比它還要來得真實 真的喔 你那時候買多少錢 十五萬 幾年前 差不多耶 十五...十五年...十五六年吧 在哪邊買的 建國花式 花倫哥十五年前有沒有可能 花十五萬買到一個 這樣子綠色的啊 十五年前十五萬啊 十五... 五十年前你也買不到 真的 完了就完了 完了 我跟你說 這樣子的東西呢 就是兩個價格 一千萬跟一千塊 一千塊 一千萬啊 這也是一千萬啊 對 我想一千塊啊 可是如果是處理過 應該不至於會出現這種白的地方吧 應該會 會嗎 為什麼 我看過所長他們有時候在解說的時候 也是有啊 出現這種 好 來 來 可是我可以跟你保證一件事 它不是染色 它不是染色的 它不是染色的 所以只剩下兩個了 那就是比較擔心就是它是染色的啊 可是它不是染色耶 酸...酸洗 它沒有... 蛤? 酸洗...酸洗是不是 酸洗 酸洗 因為我沒有看到任何的染色體在上面 沒有看到染色體 姐姐有看過嗎 幫她看過嗎 我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好 來 好 您自己孤呢 您自己孤 我孤啊 他孤一個價格是孤二十萬 你不常看我們節目啦 有啦 那這種絕對不會二十萬啊 看兩次 兩點多還看一次 晚上都沒有睡覺了 像這樣子...像這樣子的話 一直在研究 像這樣子的話應該多少 我們一半綠的話就多少了 兩百萬了 兩百萬啦 一半綠 對啊 不見得那個...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滿綠色的翡翠手鐲呢 當初買入價格是買在15萬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介紹一下